Hello 大家好 今次也想重新到淘寶開箱 因為上次我只是看了衣服 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今次這段影片就叫我介紹完他們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第一件想介紹的東西 就是 這件東西 其實是一個粉紅色的背景布 它又大發又實用 但是我暫時未忍到把它放在哪裏 那我遲些應該都會用這塊布景布 跟大家拍片 那這條...這條褲 我想說 它只不過是10.9 我也覺得不錯 因為它有點像網質的質地 那第二件東西也是布景布 那就是 是雷蛇 是我最喜歡的雷蛇 是藍色的雷蛇 那這個價錢是18元 這個是相對比較貴的 而且它這塊布景布很小 如果我把布景布掛在那裏 之後它還可以拍到我很近 那大家是上一條圖 我開箱片也有看過這塊布景布 但是我沒有正式介紹它 所以現在就說一下 那說完布景布之後呢 在這個南國獸妝裡買了一些 刺繡的刀布貼 那就是有5個的 首先第一個我買了一個 是小熊貓 暫時就未試過刀 那我上次買了很多正式衣服 是因為我想試試看 比較特別一點 而且讀一模容易一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最喜歡的樹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的title最後有emoji 就是樹蛤 然後第三個就是這個 貓頭鷹 第四個就是這個 最近很流行的紅殼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白色的綠仔 這個價錢也不是很貴的 這些呢有個很漂亮的卡紙 裝著的就是6元一個 很有趣 而且做工真的很精細 粗略包裝的就是5.5元 這個就是5x7.5 這個比較大一點 之後就說這頂帽子 這頂帽子就是10.33 那我就覺得它其實偏大一點的帽子 就是我有時戴上去就會脫 那現在戴上邊就不會 但是如果不紮邊的話 戴上去是會脫的 就算我調到這裡最緊也好 但是也會脫的 那它這個細節就是 它這個扣子不是一般的扣子 它是一個 那些叫什麼 就是這樣拍開的扣子 很搞笑 我覺得它還要膠 是白色的 然後之後 還有它這個後面有個心心的 還有它旁邊就有一些這樣的英文字 它除了比較大一點 其他都是很好的 這頂帽子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就說一個關於去旅行要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一個包包 那我來裝什麼呢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是魔術貼的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格這樣的透明 它可以給你放些防曬 擦洗面用的東西 那有網格 還有一個大格的 那它這個袋子也送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牙刷套來的 就是你可以套一支牙刷下去 我另外呢 就因為它有這個套裝 就是連著這個 朗口中買 那就是這樣藍色的 那它是顏色隨機發送的 那它給我藍色的 那我覺得它很好 所以去鏡頭 可以這個就當個背 我覺得是十分之方便 那這個價錢沒有記錯是30元 那之後呢 就說一些耳環 那我這次也塗了很多耳環的 還有這一堆 其實我真的塗了很多 首先就說了這一堆的紅殼 那大家不知道看一下 清清楚楚 那就是這樣的紅殼 它呢 戴上耳朵呢 就是這樣長吊款 它這個位置呢 不是用膠 即是用膠的紙去摺 然後呢 還有它有一股靈面 那它的價錢也不太貴 2.9元一隻 即是3元一隻 那除了只買這個耳環之外呢 我上次淘寶那間購物 也這次有再回購過 那這間購物就叫做 啪啪飾品批發站 那首先呢 就說了這一對的 那就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加一個雲石 這樣 珠珠 長吊款 它到了的時候呢 它有一邊 這裡是軟了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免得退換那些 那它的價錢呢 是6.36一對 那都是差不多價錢 它都是 然後大家應該看了很多次的這一對耳環 這對呢 是不是大家很熟悉的 因為我介紹過 但我又不見了 我不見第二次了 然後這次是第三次買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被一毛一跌了 然後這隻也是長吊款 這個是黑色紅色的砱頭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狗的一些小狗狗 價錢呢 是¥58 墊下üğ 再帶上耳朵呢 這對是怎樣的 這間購物呢 我找了这个的银色 是一个闪闪的 最特别的东西就是 这个不是平时我买的楼那款 这个是弹弓 这个是不痛的 很像穿了耳孔 这个耳夕我超喜欢 这个也是回购的 因为我又是不见了 就是这个长掉款 中间有一粒红石 为什么我经常耳夕都不见了 那之后呢 这家叫GMA STUDIO 就是买一些链蛇耳夕的 那我就找了一对 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是一个这样的闪片 就是粉红色闪片 这个是7元的 它虽然是一块纸 好像很不值 但是戴上去很漂亮 这个在我早上都是戴这一对 另一对就是这个 链蛇片 那这个就没有刚才的那么闪的 我自己个人觉得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 那这个呢就是3.91 之后我会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的屏幕 大家看到吗 这个价钱呢 先看看 14.8元 这个是粉红色的云石 其实我当初是想订白色云石 但我觉得粉红色也挺漂亮的 所以我就选了粉红色 它整体来说也算挺好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这个位置呢 其实它只不过是胶 就是它是这样撕出来 它有点不太确实 只是中间这个位置才是玻璃的 就是我本身期望呢 iPhone呢 如果黏着这些屏幕 会影响整体的样子 就是iPhone主要销售它的样子漂亮 就是如果我硬黏着屏幕 我会黏着屏幕 但是我发现都不是 那其实呢 另外我也订了一个手机屏幕 这个呢 就是一个美人鱼的啦 那它这个的感觉比我更薄 但是它出来的印度也挺好的 就是这些很仔细啦 那这个价钱是14元的 更便宜过这个云石屏幕 但是就... 质量都是差不多 其实终于到这个手机屏幕的部分 因为我这次真的订了很多很多的手机屏幕 手机屏幕 咦我发现有对耳夹还没说 那这对耳夹也是在刚才买红颗 那个当然是shop买的 就是这个穿洞的心心啦 但是它这个耳夹呢 是那只夹得很痛的那只 但我还没试过戴 那这个比刚才那些雷射身心 是小一点的 我现在有点痛痛的 不知道我觉得 太久没夹过这只耳夹 那说回手机屏幕啦 那我今次是买了 那么多的手机屏幕 是不是很夸张 好像就来帮我电话换衣服 不是帮我换衣服 那首先大家一个要分享的呢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雷射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这个雷射的手机屏幕 哇!我一周围都是那些雷射的那些 就是一个蛇皮纹的 其实我不太喜欢它的纹 但我就觉得它这个颜色很漂亮 价钱呢是16.9 那我已经找了一家是最便宜的 那其他再贵一点 还有的 但是我就选了这个最便宜的 那但是它的质料也挺好的 就是它是软硬的 那它里面呢就是一个粉红色绒毛 那边都是粉红色的 出来的效果也是挺漂亮的 但是就... 就是有点残眼 之后呢就是这个墨产... 墨产数码 买了三个机殼 那首先呢就有这个 情侣机殼 其实还有另一个 一对的 那我就买... 这个就是7PLUS的 这个的价钱呢就是... 7元一个 其实有点贵 以这个printing来说 是不值7元 但是我就觉得很有趣 很搞笑 所以就买了 之后呢就在这家shop 就买了这个... PINK 诶... 诶... PINK 它也是软壳来的 那就是7.5元 这个更贵一点 那接着呢 在这家shop我就买了最多 而且这个真的很便宜 那这家shop就叫超凡苹果 那也有很多人问过这家shop 那首先也是买了一个情侣机殼的 那就是这样的啦 是红猫和这个 北極红 那我就觉得它很cute 真的很搞笑 那两个样子都... 然后我就买了它啦 那这个呢就是... 4.13人民币 然后呢就是... 在同一个商品系列那里 就买了这个啦 那这个就是一个 熊猫在玩电话 我觉得这个很搞笑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这个熊猫 有点像那个... 叫什么... 盛语动画狼 那个熊猫boss 我不知道大家 在这个年代 还会不会看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很像 那这个价钱一样啦 之后呢就买了这个 又是4.13人民币 这个 那就是一个女生呢 穿着衣服的草莓 那样 加条草莓的裙 那样... 那样... 嗯... 它就带着头巾 那样的格子 那样的风格 那我就觉得... 就是... 挺简约之余有特别 所以就买了它 之后呢 这个呢 又是价钱4.13人民币 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面包超人啊 Snoopy啊 Halloween啊 那样的样子 那就是白色底的 为什么会买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的画风 是挺特别的 然后呢 就到这个 这个就是5.05人民币 那呢 就是一个浅蓝色底 跟着格子 那样... 然后有个... 阿叔在吃包 啊... 饭团啊... 还在吃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整体的感觉 挺漂亮啊 所以就买了 其实全部都是因为很漂亮 所以就买了 而且很便宜啊 真的... 之后呢... 就买了这个 那样的... 好的手机壳 那现在你可能看 是蠔红色啦 但其实我看 是... 橙色的啦 就是它本身的样子 不是橙色的 你知道吗 它是... 再浅一点的蠔红色啦 然后它出到来 是橙色的啦 真的完全不知道 这个是... 我最不喜欢的一个 那这个价钱是6.5的 是整间商店最贵的 好吗 之后呢... 就买了这个白色底的啦 然后下面有三个人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icon 这样的 我觉得它们的样子是一模一模一模 都很搞笑啦 这个是四个半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啦 那这个呢... 就是四个半的 那就是... 就是一个游乐园 那我就觉得这个画风很漂亮啦 这个系列呢... 有很多款啦 那就想了很久去买哪一款 然后我就后来 看到它这个玫瑰金的iPhone 6s 都挺漂亮的 所以就买了啦 好啦...我就换这个 那一会儿 那这家商店也很好啦 那它就送了这个的透明软壁给我啦 那其实呢... 我一直很想找透明软壁很久的 那它竟然送了给我 真的超开心啦 收到这个的时候 好啦... 就说了手机壁和耳環那些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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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家商店就叫比利潮... 什么... 旗艰店啦 那... 那首先呢... 就是这一包啦 那这一包是什么来的呢 那... 那就是上次BONNING RUTIN大家见过的 那... 就是稳定的头发 那... 那这一个价钱是8.8.8.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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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买了这盒 其实它不是用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是人家去日本手上的盒子 但它本身有一个很搅的搅盒 搅盒 搅盒子 即是有些搅盒子 搅盒子 然后我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盒子 这盒子 我选了大号 有40个 非常有弹性 我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我买了一个发夹 另外我连了盒子 但是不知道放在哪里 就是一个很迷你的正方的盒子 但除了在这间商店买发夹之外 我在刚才那间买耳环的啪啪 也买了发夹 我一次都放在这个盒子 这是我妈给我的盒子 放在很多盒子 但这些发夹是永远不见的 所以我买了很多 它分两款 我刚才在那间叫比利超级烂店 它那间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直发夹 直发夹 即是直的夹 即是没有任何波纹 波纹是什么 波浪纹 在那间拍拍 不知道什么 它那款就是这样 这个比刚才那间短一点 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这两款 我就说完了 但是我最后也想和大家分享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 那这个就是我的厄花柱女座 就是一条颈链 配了这个啡色的皮带 银色的托 之后就有一个超美的厄花 我真的超服自己 应该可以做到这么漂亮 差点自己 今次的视频就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淘宝开箱》 如果大家还没看上一集的《淘宝开箱》 大家也可以按这里 那我们下一段视频再见 拜拜